好 所以这个麦卡锡来会让这个台湾非常紧张 这个大家都确定了吗 那会怎么个紧张法呢 这个大陆专家也谈到这部分 我稍后再说 但是我常常讲 新闻事件要从很多个角度一起来看 在这个紧张之前呢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长游锡坤 1月31号要到美国去 会不会在美国跟这个麦卡锡会面呢 以及包括我们看到捷克总统 捷克总统要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对话 预计时间是1月30号来进行 那他同时要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还要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这个对话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放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台湾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台湾 意思是同样拿来类比 总统府发言人也说嘛 这个外交部会评估 会进行这个妥善的一些规划等等 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放在一起来看 还有包括韩平刚刚讲的 这个布林肯2月5号要到北京去访问 这些事情都要加在一起 稍后我们还会谈一个南海题 军事上的动作 这个航母尼米兹号 本来两天离开这个南海 为什么又掉头回来 还带了一个准航母过来 这些通通加在一起 在麦卡锡4月份访台的这个前面 都在这个时间点上 非常的紧张 紧张紧张不够 还要更紧张是吗 我请教一下这个 谢大使你怎么看 这个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认为 麦卡锡访问台湾 不会是美国最后一手台湾牌 还有更多啊 工具箱里面还有更多 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吗 面对美国不断的加码诱打的动作 中美护栏被冲破的可能性 不是不存在 之前我跟谢大使很多节目 我们都在谈这个中美护栏问题嘛 对不对 美国不会停止它 这个压制中国大陆的行动 但是为什么还要一直沟通呢 就是要设立护栏 但这个护栏你觉得呢 还是有效的吗 所以台湾很可能 一次又一次的被逼近悬崖的边缘 那大陆军事专家 早就接到这个讯息 正在评估会怎样 他告诉大家 王云飞告诉大家会怎样 我刚不断在问这个问题 到底会怎样 如果麦卡锡访台解放军 将采取比上一次裴洛西访台 更加全面的震撼的行动方式 怎么样全面跟震撼呢 包括使用无人机穿越台湾 怎么个穿越法 从这个台北上空 从总统府上空 从101上空穿越嘛 对台湾海峡部分 外岛进行封锁 借势把反台独军事行动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上次台海中线被没收了嘛 对不对 很多领海啊 就领空啊 怎么西南啊等等 大家都看到可以说是全面的失守 那这次王云飞大陆军事专家描绘了一个 可能的全面震撼性的一个解放军采取的行动 你觉得呢 还会有其他的台湾牌 还会更可怕吗 台湾牌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麦卡锡只是其中一张牌 那美国可以玩的太多了 第一个邀请台湾高官去华盛顿 美国高官到台北 然后来的话是做军机呢 还是做民航机呢 然后是高调呢 还是低调啊 哇这个可以玩到好多层次 另外就是台湾的国际法地位 就是承不承认台湾 而非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这个层级里面又有十几层可以玩 那有太多的玩法了 所以光是培洛西来就已经这么可怕 麦卡锡来就已经这么可怕 中国大陆那个胡锡进他们那个环球日报讲 他是给他从另外一角度上 他们认为这是给中国大陆一个机会 可以出手 在军事行动上给台湾的 这个独派势力或者蔡英文政府 更大的武力威慑的力量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他要做 那会不会引起全面战争是不会的 这个中间啊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操作的细腻的来讲的话 这个是怎么讲呢 他肉是一块一块切的 他不会一次就把你吃光的 他这么三层肉 他要给你千层二十片吃 对 肉是一块一块切的 然后这个边各取得各的政治目的 美国有美国政治目的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政治目的 我觉得上一次就是说 麦卡锡来中共的围台军演 中国大陆得到的反应 他认为那次军演 我觉得大陆内部评估一定是正面的 因为他影响到台湾内部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民意走向 对 民意反转 民意反转 而且造成这个 民进党的九合一大败 那他发觉其实 施压可能比给胡萝卜更有用 所以这一次又给美国一个机会 不过王云飞他这个大陆的竞争战 他讲的已经很具体了 第一个就是无人机飞越台海上空 那中国大陆有些无人机是可以飞得非常高的 当然不像导弹那么高了 他也可以飞到这个几千公尺高 那你要不要把它击落的问题 而且现在无人机有攻击能力 他也有攻击 他查打遗体的 因为侦查那边还可以攻击的 那你要不要打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变成 他如果风情无人机 来个几百架 你要不要打 所以这些部分 他选择的方式很多 另外一个就比如说 另外他讲出两点都很具体 因为就是外岛的封锁 我们外岛不外乎台澎金马 台澎 台湾 不是澎湖金门马祖 这个三个才有封锁的价值 可是你说封锁 马祖台湾会有感吗 封锁金门 金门大部分都比较有中 他去封锁金门干嘛呢 那剩下就是澎湖了 澎湖包括封锁的话 台湾是会震动的 绝对是会震动的 因为澎湖事实上是 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 那如果真的用一种 完全是一种封锁的话 那真的会震动台湾 不过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一样 你美国你一遍一遍 你用这种 切香肠式的方式 往前匍匐前进 中国大陆也是用 切香肠式匍匐前进 到最后就看台湾 我们内部的民意 能够承受多少 我想最后的结果 是在看这个 那会不会变成 两岸这个插枪走火 那么打起来 这个其实就要看蔡英文了 因为要不要开第一枪 这个问题蔡英文在两年前 他就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什么 我们叫实行 这叫什么自主防卫是吧 他现在这个定义很简单 感觉解释 即使你进入到领空 你没有进行攻击的话 我不会进行自卫反击 也就是说你不发第一枪 我就不发第一枪 他没有说你飞到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 蔡英文他要做一个抉择 那蔡英文上次事实上是做了一次 躺平式的好选择 那要不要发这个第一弹 我觉得蔡英文也不能做决定 他一定要请示他的大老板 那大老板不在台北了 他要跟着好 所以他要请示一下美国 那美国说可以打你就打 那美国说不要你再忍一下 那就不打了 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势 会越来越复杂了 那美国基本上所有动作就是 我觉得现在用这个字很好 就是诱打 诱打打谁呢 不是打美国是打台湾 诱死解放军打台湾 现在讲穿了就是这样 美国这些动作就是要解放军打台湾 那现在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到了那个临界点 是不是要真正让那个武力冲突 到那个程度好 那要美国来拿捏 我想蔡英文会把这个责任推给美国的 那美国也会跟她讲 你台湾打不打第一枪 要跟我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情势会越来越复杂了 那不论如何 两岸情势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紧张的话 会来越来越多 我们台湾的关心自己的安危 家人安危的话 会在人员跟财产上 会做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安排 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对更不要说什么外资到台湾来投资 根本就全面终止 人家不会来的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